看一下她呢是否已经放弃这段感情了吗 像呢会做两个系列 把它分开去做一个细部的解说 不然怕呢时间不够 那当然因为天天更新疗愈你的心 我们想要循序见细的让你们消化一下之后 再往下走 那她是否放弃这段感情了吗 此时此刻她对你的感觉是什么 那像还是要告诉你 有时候我们重视爱 就是你爱的人是非常重要 可是重视爱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这个世界上爱你的很多 可是你不要一直去关注着你爱的那一个人 所以你要做的是减少期待跟戒掉敏感 为什么会患得患失 来自于有时候我们自己太过于敏感 跟太过于期待对方的反应 所以当你做了一个预测的时候 你就会很像过敏一样 她没有达到你就开始就是天崩地裂 她如果不回讯息就不要回 反正你又不是没有她讯息 你不能活是不是 不联系就不联系 因为你每天想东想西的 其实那都是无时无刻的在内耗自己 不喜欢就不喜欢 其实这个世界爱你的人真的非常的多 所以如果你已经感觉到她是否要放弃了 此时此刻我们先看一下 她对你的感觉是如何 在旅盘她真的想放弃吗 那现在还是要告诉你 不要执着于某个人的讯息 纠结于她的态度 因为她只不过是你人生中的某一个人某一个过客 因为真正爱你不想离开的人 你用力的踹走她 她都不会走 就跟你拼命的想要挤进她的世界 可是她给你一个冷淡的回应 或者是把她心墙的门关起来 你还是很积极的要进去 所以一个人 她想要积极的进入你的心 就会有如你现在的表现 想要去揣测她的内心 所以你要明白 任何事情都是如此 除了爱情以外也是 只要不曾期待 你就不会有失落 请你戒掉这一个敏感 也许一切就会变好哦 记得只要考虑自己只爱自己 你不觉得你的人生快乐很多吗 是吧 好啦 这就是给你们的回应 记得哦 这世界上爱你的很多 但我们还是来剖析一下 她现在是想要放弃了嘛 此时此刻对你是什么感情 是什么感觉了 那下一集 就是她放弃了嘛 她会不会想要继续 那就是记得订阅起来 喜欢我的牌卡 记得给一个赞 向甜甜的心 描运你的心 喜欢记得订阅 那我们开始解采 我们来看一下 此时此刻 你所想的这个她 她是想要放弃吗 还是想要继续 那你看你的牌多可爱 那我为了板面 我还是把它收起来 请问一下你所想的谁一个人 她此时此刻她想要放弃你哦 好 我们说良好的感情 就是你怎么对待我 我怎么对待你哦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她到底是要 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了吗 要记得哦 爱是互相的哦 这世界的所有关系都互相了 如果你已经觉得 你积极的去找她 可是她却没有给你一个很好的回应 那向她告诉你 这世界上所有的关系 就是你给我一颗糖 我也会给你一个小蛋糕哦 如果你拉我看星星 我会带你去晒太阳 所以就代表这种回馈 它是一种成正比的哦 如果反过来 你如果觉得几天不见 那她觉得几个月也不见 那确实这样关系 就会变成你关系了 如果对方没有以你为优贤 或者是考虑你 那相对之外 你也不需要再把它放在第一位 我们人就是像镜子一样 你对我如何哦 我就会对你如何 你一定要记得这件事哦 那我就 我就不拿起来了 我尽量 我会看 等一下再看要不要拿起来 为了摆命我还是不拿起来 不然每次都乱糟糟的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一个人 此时时刻 她是放弃你嘛 她对于 你的感情是如何 来 这是一个赞助牌 我还是拿起来了 惯性 这是一个赞助牌 赞助牌就是代表 其实你的人生发生什么事 她还是很愿意 去对你做一个 赞助哦 那原因是什么 如果说你今天说 你要对她赞助 那相对之下 你要是她可以接受的东西 因为这张牌 有自尊心受阻 因为如果我一个人 接受人家的赞助 跟施舍 你的付出是非常的宝贵的 那你也要看 对方是不是想要你的赞助 那因为我们是看 她对你的感觉 所以她是愿意 对于你付出的哦 所以这一个人 你不用紧张 只要你不要跟她 有那一种什么 言语上 或者是自尊心方面 那一种较真 她的话 她是很愿意去协助你 只不过 你有可能 要把她的感恩 但不是那一种 什么屈膝 不是那一种鞠躬方面 那一种觉得 对方像圣人一样 不用 你只要在有限的条件之下 她给予你赞助 或是给予你付出 你给予一点回馈就可以了 所以这一个人 她是属于 她未来还是会帮助你的 所以她并不是那一种 会弃你于不顾哦 所以这个人并没有放弃你 是非常的明确 而且这是一个章鱼 章鱼呢 你有没有发现 她在门边 她就跟她说声 可是她在禁语出之间 那我们说章鱼 她某种程度 她抓上来以后 她就不会放手 所以这一个人 你说她放弃了吗 她没有放弃 可是她在门口 进退当中 她在思考 要往你前进 还是要往你后退 所以她希望 是我们需要再 更加的了解自己 所以呢 你有可能 还需要对她 表达一点良好的感觉 而且是没有恶意 那她就有可能 朝你前进 所以你不要怀疑 也不要拒绝 跟她一起成长 那相对于之下 这一个人 没有要放弃 甚至于她还想要 更多精彩 多样性的世界 想要跟你一起去 去开发 一起去冒险 那这张牌 有一个隐喻说 也许你对她 有一个强烈的偏见 那也有可能 她有过去 跟你之前有争执 或者是有一些不开心 你可能要把这个 偏见放下 会对于你们的感情 会是比较好 那这一个是一个警惕 来 我说她在门口禁语出 可是她其实 很愿意赞助你的 那相对于之下 也就是代表说 她其实对于你 还是保持一种 什么事情都不做 她的心里面 没有放弃 甚至她还有一点期待 可是她又有一点 怕受伤害 所以她什么事情 都不会做 她会等时机 跟那个时间出现 她才会采取行动 所以这一个人 没有完全的放弃 她只不过 暂时的冷淡的回应 是来自于 她先想要的事 等待那个良好的时机 再对于你 去阐述她的感情 所以她现在 对你的状态 她会觉得所有的 不开心的事情 摆脱之后 她才会看清楚 她真正对于 你的真心跟爱是什么 所以她暂时的 保持自己的意识 你们两个人是没有危险 你们两个人的关系 还是会做一个改变 记得 就是要放下偏见 良好的前进 给予对方好的回馈 那这个人 她其实是没有放弃你 她甚至是在观察你 她对你的感觉 都会呈现那一种 我还是很愿意 为你付出的 但你可以给我一个 良善的回应吗 这一张牌又有章鱼了 所以你们重复了 出现章鱼 章鱼 章鱼她是往前进的 去做一个 开门的动作 或者是跟你开不明 可是这个18号牌卡 她代表的是一种撤退 所以也就会代表说 某种程度的 你不要告诉她 你内在的世界 因为这个群下的风光 代表的是 你的内在 你的隐私 跟这个人 你要保持一点点的神秘 因为你一开始的时候 看起来很吸引的 可是 她仔细的跟你相走之后 你还是有让她想要逃跑的 一种 不适合的一个状态 所以也就是代表 她其实是一个很胆小的人 所以你不要有太过于像女王 或者是太过于 那一种占有欲 想要的绑住她 不然她是会逃跑的 所以你要记得 控制的是你的恋爱 而不是让恋爱 控制你 所以你一定要明白 我们说的安全感 其实是生活观的 那一个人对于生活的理解 其实就是 每一个人不一样 有些人会觉得 早餐要仪式感 有些人觉得要随便 所以你要明白 你等于说 因为她还在观察你 你不要太快 就是那种 以我为主 以为兜的 助对方 他所带来的任何对你的喜欢 你要明白 你要那些奋不顾身的爱情 后来呢 都有可能就是胆小了 退去了 因为最主要的是 你要记得 爱情还是生活 不要太有像那一种 女王般的那一种 占有欲 觉得她就是要 全部都要依照你的日子去过 不然她会逃跑 你看这个 有点想绑住她 所以你要记得 你们两个人之间 也许你会因为太爱她 所以就是疯狂的吃醋 那你对别人好 相对于之下 你太过于占有 或者是捆盲住她 她是会逃跑的 她就会不太想理你 也就是代表 自己在乎的东西 就是别人po一下 都认为在抢 所以你在对她感情 不能太有 占有欲 因为爱情太在乎 会胡思乱想 爱她就是非常的 吃醋 那很明显的是 不是你不信任她 我相信你应该就是因为 爱她爱得要太在乎 所以才会 她会影响你的情绪 那你要 控制好这个 不然 确实太过于在乎你 发了疯的吃醋 会让她 尽快的远离你 所以你要记得 跟她之间 还是不要有争执 那你们需要的是什么 同情心 你看 她把她自己胸前的胸部 割了下来 那就代表是一种真心 跟同情心 如果你受到她的伤害 或者是别人的伤害 你的痛苦和愤怒 虽然是合理的 可是如果你还在 受伤中 无法动弹的话 其实你还是要来 好好地治愈自己的心 那相对于 如果你有为她受伤 或者是 因为别人受伤 其实她对你 还是有同情心的 她是知道 你曾经经历过什么 她也知道说 你是需要同情 所以她是会去 保护你的 明白吗 可是 某种程度 你不能因为 她对于你 我们说她想要 对你付出 什么之类 就是 强力的要 强迫她做什么 是不行的 所以这种关系 你们需要的 就是保持一点 放松的心情 记得相常常在说的 这一个主牌卡也是 一定要把相爱的节奏 放慢一点 那爱才能持久一点 太过于想要 想要把两个人之间的状态 赶快推进发展 那你们会忽略很多事情 你想要得到的东西 可是你越着急 越是得不到 最重要是 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 如果你急于的 想要完成你自己的目标 造成对方 没有办法去配合你 那确实对方 就会不负责任 时间久了 他就逃跑跟撤退 所以记得 没有人会喜欢上一个 投胎一样的爱情 因为那不叫享受 谈恋爱是 享受的 慢慢喜欢彼此的一切 其实你们是 可以做得到的 那在这个快时代 每个人都很着急 急着挨 急着去恨 然后残处的 奋道扬镳 何必那么急 你们明明还有 长长的一生 没有那么赶时间 好不好 所以你要记得 这一个人呢 要慢慢来 记得 不要那么的快 你们相爱的节奏 放慢一点 让你们的爱 才能长久一点 这个人并没有要放弃 你 他现在对你的感情 是放在观察 观察当中 可是他是愿意 为你付出的 他也非常地同情你 那你就可以 期待下一集呢 就想要说 他还会想要 继续下去吗 最终他的 会不会想继续的答案 那就是下一集 明天呢 就是给大家 影片上架 那喜欢记得订阅起来 想天更新 然后与你的心度 这些牌还没有 把解决的问题 还记得 留言加订阅 可以获得20分钟 的占谱一次哦 当然如果你一定使用 记得 香乐的 Instagram跟Facebook 会有免费占谱对话 是在限时领取 所以你提前给我也没有 因为香还是要分配 那个免占发送的时间 记得就是追踪起来 然后等待 时间 现实动态会有 然后问雨达 可以去做一个回答 跟对话 那当然啦 天天更新 如果没有办法满足 于你们想要看香的 很快的占谱 记得 小儿的赞助 加入会员频道 让我们一起 散播这个 就是免费的 占谱 赞助香 香会 让你们 会员频道里面 抢先看到 很多新的影片 那我们就明天见 我们来看一下 你所想的这个人 他想要放弃 这段感情了吗 此时此刻 他对于你的感觉是如何 然后下一集 在明天的时候 香会更新的是 他想要继续下去吗 因为有时候有一些人 他不论说现在的感情 如果他还会觉得 就跟你之间要不要 继续走下去 我们去做一个判断 那我们来看一下 此时此刻 对于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是否有想要放弃 你们两个人很需要 真心的一个相待 不能有谎言 所以你看他们两个 都是非常的亲密 那你们两个之间 确实会有一种 送别彼此的那一种的距离 那我们再继续往看一下看 这是欲望之舍 好 容许我排一下 想要让大家看清楚一点 摆不下 好 让我调一下 算了 等我一下 好 我们可以看到了 此时此刻 他有放弃你的感情吗 他此时此刻 对于你的感觉是什么 这张牌 某种程度他有带着隐形那种水瓶座的这一种能量 代表的是将你的 你的所有的欲望 遗留在这里 所以也就代表说 这张牌代表的是自由的发言能 对于水瓶座来说 所以对于你 他有超越那一种渴望 而且是他的极限 那因为水瓶座是无法忍受束缚跟规则的 所以他会进行一些反看 那很明显的是说 你一样 他对于你肯定是因为我们所有出现舌跟吃苹果的能量 那你就要明白 他对于你的那一种欲望来自于性方面的渴望是绝对的哦 那如果说你今天呢要引诱他 确实哦 如果你要做一些魔法 你必须要常常吃红苹果 甚至于如果可以 这边有说偷吃苹果 就是对他产生 性欲方面 是你们两个人 增进爱情的春样 所以你要明白哦 他对于你很明显 性方面的欲望 是比较强的哦 可是他带的是一种自由的能量 那我觉得他跟你这间自由 我们还看不出他是否放弃这个感情 可是可以知道他想要对你是性方面的渴望 可是来自于自由而不是束缚哦 那这张牌代表的是一种真相 我们说黄金是真理的象征 也代表的是内心的真诚 他希望你跟他之间是一种开明的 不是一种破坏性 而是某某程度 你们两个人要真心相待的坦诚的相见 也就是代表说你们的任何的情绪 也许他对于你是开放性 还是希望你们两个都必须要 坦诚彼此的真心 而且没有破坏 所以如果说宇宙说你害怕这个人 他对于你没有真心 这里有一个小魔法 你可以把一个绿色的石头 或者是竹母绿 放在他的额头或者是胸前上 你也可以用一个硬币 或者是一个金色的那种金块 把你想要问的问题放在他的胸前上 很神奇的他都会对于你说实话 这个是神域凯亚的小魔法 那你要记得跟他确实要有那种坦诚真心的一个状态 性嫩感有出现 你有没有发现 他们两个人都是依偎在一起都是坦诚相见 就代表你们两个人之间在这个自由的关系 要非常的有彼此的性嫩感 那洗澡本身呢就是一种最简单的存折 也是刷一种进化 那这张牌里面有天秤座的能量 代表是努力平衡 也就是代表说 他的新牌里面也会有水平 天秤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他们都追求的是一种自由 甚至各有各彼此空间的那一种的想象 所以你要明白 他跟你之间的完美的结合 你们一定要有很大的信任感 所以你不能怀疑他 你只要怀疑他那种感情就会破灭 所以此时此刻他对你的感觉是什么 其实他非常的信任你 如果说你想要彼此更加于心呢 这张牌卡呢 他就是充满着小魔法 他说拿着两根蜡烛 一支是蓝色的 一支是淡蓝色的 同样的就是把火焰同时的点烂 用盐巴跟沐浴精油一起洗澡 那很明显就是买香喷蜡烛 香喷蜡烛通常淡紫色就是薰衣草 蓝色通常就是海盐 或者是其他的味道 你们在洗澡的时候记得要开窗户 不然会中毒 等于说用那种香喷精油的这一种的能量 让你们两个人之间可以放松的 去分享彼此的信任 那再来就很明显的知道 你们之间的课题他非常的信任你 而且他想要跟你这件事自由跟放松 这是一个怀旧牌 是一种就是纯净的水 会充满着草药的力量 让人家记住 这全部都是一个草药 所以很明显的就是知道 你是他人生中最记忆深刻的人 他永远都不想要忘记你 所以也隐喻说 蛮多人穿到这个主牌 你是他的旧爱 所以呢他没有办法忘记你 我们说 原谅是傻瓜 是私人 是恋人的心心 也就是代表说 你们也许未来 总有一天会各自走各自的路 所以他会时刻的去想起你 所以就代表 他目前可能对于你的感觉 你是来自于他的旧爱 但能不能继续 他还不确定 你要看下一集的影片 但是可以很明显的知道 他想要让你 让你这一辈子都记住他 所以如果可以 他真的是想要好好地记住你 所以他永远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 你是他美好的一个回忆 所以分手断年的抽到这张牌 就会很开心 因为他确实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忘记你 来 这是一个试验 也就是代表 出发跟距离是需要考验的 所以有某部分的人 远距离的能量 会抽到这主牌卡 薰衣草花是鼓励你们感情长久 那也就代表说 你们的感情还会需要 克服很多的考验 那甚至于有人性 或是神圣的火花 那也就代表说你们两个人你有发现吗 他是说你们两个偶尔要拉开距离 有时候给彼此一些空间 所以你就要明白了 你们两个人之间 会走向开放性关系的几率非常的大 甚至如果说你们是还在恋爱中 即使你们公布了 彼此是公害的关系 他想要你们的关系是一种自由的 那你就小心要沦为旧爱的一个状况 那他对于你是什么感情 他希望是一种自由的感情 而且是发自内心的爱才是真正的爱 我们说很多人喜欢你是因为你好看 说话基因有趣 最主要是他喜欢你的中间 带着很多那一种的期待 是一种欲望 那我们说 大部分的人如果真的喜欢你看见你哭 或者是看见你狼狈 他确实的他会把他的肩膀 跟安慰都给你 刚才是你要洗手相伴一声的人 可是这一个人 我会觉得他比较倾向于你们是浅浅的遇见 终究会成为那一种陌生人 因为你如果现在还在跟他关系中 他已经就是觉得你是他人生中的那种 旧有的回忆一辈子的怀念 甚至于你们两个要暂时的分开 再去去做一个连结 那确实 这一个部分很明显的看出来 你跟他今天比较像开放系的关系 可是他又希望你们坦诚相见 所以他现在对于你的感觉 就会比较像是 也许我们还可以各自的去看看彼此的关系 可是我们可以彼此的在持续的联系 满足我们之间的欲望 在看看怎么走的能量 非常非常强哦 好了这就是给你的牌卡 如果你喜欢我的牌卡 记得给我个赞 如果这些牌卡还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 的话记得留言加订阅 可以获得20分钟每个赞卜次哦 如果你已经使用 又想要继续持续获得免单 的话记得现实的时间 最终我的Instagram跟Facebook呢 在指定时间 在指定时间 就会免费的提供占卜兑换 那再来就是 如果你愿意赞助箱 又想要看到 抢先看的那个芯片的更新 欢迎加入会员频道赞助箱 那我们明天先 我们来看一下呢 你所想的他 他已经放弃这种感情了嘛 此刻 他对于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们下一集 再看一下他是否 有想要继续下去哦 那就记得订阅起来啦 那我们来看一下哦 下一集明天就出啦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对于你现在什么感觉 这里有捧着鲜花的感觉 那我们来看 狐狸 狸马的王子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一个女儿 他捧着一个鲜花 而且放在他的肚子上 其实他是一个能光晃发的一个新娘 那也就是代表说 在他的身后 满月呢 会有那种保护的力量 去保护着他哦 所以呢 这个可爱的新娘 他其实并不会乱扔他的花束哦 因为他的花束是给你的哦 所以呢 他对于你的感觉 其实他对于你的爱呢 是很真诚的 那每一朵花朵都是一个祝福哦 其实他今天跟你断开了 他会希望你的生活过得美好跟灿烂 那如果说他还跟你有关系连结 他会带着感激之情 去迎接每一个你跟他的未来 欢热的一个时刻哦 所以 如果说 不论说他曾经 你们已经分开 或是继续在一起 其实你就是他曾经想要的幸福哦 而且他是非常的肯定 他很感谢宇宙 带你来到他的生活 因为你让他的生活 充满着幸福的每一刻哦 所以即使你们已经分开了 曾经他对于你的那一种感觉 还是在 他还是觉得跟你在一起 他是非常非常的幸福的哦 所以你确实有那一种 让人家觉得幸福的能力 在他的心里面是非常的强烈的哦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张牌台代表是冬季的风景 都是白色的 那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到 这是一个先后座 那他下面是一个狐狸 那这个狐狸呢 看似很像在等人 那他是守护着不让敌人来 还是说他是在等待着你的来到 所以也就代表说 狐狸我们代表是快乐生活 跟谨慎的生活 通常只要超狐狸白卡 都要小心欺骗 也就代表说 你们两个人之间 他对于你的看法 他很担心你欺骗他 甚至于他不太敢轻易的去 倾诉跟你之间的一种感情 所以他对于你他有一点保持一种怀疑的状态 所以他对你的感情 就是即使他知道你是幸福的 可是他某种程度还是对于你 可能不是很了解 那我要告诉你 这张牌隐藏性的也告诉你 不论你们是任何的关系 不论是分手段 你会讲 他隐藏性的躲在你的社群软体当中 是成为你的朋友 或是透过你的朋友去了解你 或者是你在从事的某一种行业 他有透过自己的朋友去找你 做一个交涉 有一点点仕途的从中去了解你 所以你要小心 如果你像一样是在做单谱的 他就有可能 隐身在你的社群里面 是一个未知的人 那也有可能他会叫他的朋友 去透过来找你 去从事一些业务网 然后去透过了解你的现况 所以这张牌有那一种 他躲在你的朋友圈里面 去了解你 所以你最信任的人是谁 你最不信任的人是谁 为什么 是很明显的知道的是 很肯定的是 如果他今天有人生中的 所有的困难跟障碍 你是他愿意去信任 然后跟倾诉的人 这一个人疑神疑鬼 可是他又觉得你是他 最相信的人是幸福的选择 我觉得他是他连他自己都 带着一种种的词语 他看这张牌就不是很开心的 为什么 因为某种程度他是一种 白马王子的形象 他代表有一种花花花花心的能量 你是他关注的选择之一 可是你是他认为最幸福的一个备胎 那很明显的 这一个英俊的年轻的骑士 他骑得一皮优雅的嘛 在甜美宁静的夜行环境中骑嘛 那也就是代表什么 他带着这一个白鸟 白鸟通常代表是一种资讯 去截取一些别人资讯的能量 有种在他旅行 所以也就是代表 他在旅行当中 他都会去收集任何的资料 也就是代表 他的所有的对象 他都会收集资料 所以他也不只收集你 所以你要明白一件事情 不论你们现在是任何的关系 你在他的辽络执掌当中 可是他还是去追寻自己的人生 自己的梦 所以他对于你的看法是 确实他在关注着你 他在看着你 他觉得你是他最后幸福的终点站 所以他有透过很多的能量 再去掌握你的心中 所以你现在最期待的信息是什么 也就会代表说 他会去收集很多你的资讯 甚至于他所关注的人的资讯 最后面把这所有的资讯 变成对他最有利益的状态 那你对他最有利益是什么 幸福的最后面的一个感官 所以很明显的是 他知道你算是他人生又幸福的终点 只不过他还想要再看看 这代表的是一个信件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都是资讯信件 可是这个信件并没有裁缝 所以他有很多的话语要跟你说 可是他还没有说 我就说了 他在等待时机 这里都是等待等待 所以也就是代表说 他不论是什么状态 他最后面会有话语跟你说 只不过 此时此刻 他对你的感觉是 我有好多的话要告诉你 可是我知道你很多的资讯 可是现在他还没有想要告诉你 所以不问任何的形式 重要的讯息已经在路上了 所以如果你们是分手断练 恭喜你 他即将出现了 而且会彻底的改变你们现在的局势 也许你们最近很停滞不险 那终究会播云见日 因为这里是一个太阳 那也就是明白的要告诉你 对于这一个人 他即将来到 如果是分手断练 那如果说是已经关系中 那很开心的是 也许他就是你幸福的选择 他要告诉你 所以命运会给予你们任何的资讯 即将来到 这张牌是一个美人鱼 我们说美人鱼恋爱的时候 它会幻化成泡沫 那在这个日处出来的时候 你可以明显看到这里 有一点那种枫叶的能量 可是这个时间轴这里却有一个蜘蛛王 那如果说你是等待他很久 那时间确实快要到了 因为这一张牌卡代表的是什么 幸运的美人鱼 用他灿烂的阳光温暖着你 所以你对他而言 也是一种幸运跟幸福 他知道他人生中要实现目标 只有你才可以像强大的神一样 带给他像太阳一般的成功财富跟快乐 所以这张牌代表的是 如果说你是不被公开的关系 或是开放性的关系 或者是你是第三者的能量 我告诉你 你准备好占据你合法的位置 你可以像太阳一样的闪耀 那就代表说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 你就像那太阳一样 照料到他周围整个世界 所以也许时间轴 他在转 你看都布满了 蜘蛛 可是你的等待中就会值得 太阳中就会出来 你就是他那个幸福的选择 他会给你一个正确的地方 不会再让你患得患失了 那这确实是需要一个时间的 所以你只要准备好 那终究他将会把他人生中的心里面想法 跟让你有一个我们说的 就是公开的关系 甚至结婚的能量都是有 所以恭喜你 这个牌卡 你是他未来幸福的选择 也许他现在还在收集资料 走走看看 但是你不用紧张 这个人随时的关注着你 是一个非常好的牌卡 快手快手快手 按账点起来 分享起来 好啦 这就是像给你的解牌 如果喜欢我的詹谱 记得给我个赞 如果这些牌卡 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的话记得留言加订阅 可以获得20分钟 每份的詹谱 记得追踪我的Instagram 跟Fastbook 关注我的限时动爱跟贴文 在指定时间进行兑换 所以你提前给我 我也没有办法兑换 因为我就是指定时间 去做一个兑换 免费的占卜回复 那只要你有回复在时间内 我一定都会回复 超过时间只好 下一次 反正相似持续都有更新很多 那当然如果你支持 想要赞助一下 记得小额赞助加入会员频道 像会给你抢先看很多的新片 让你不用等待那个占卜 像就会持续的 赶快的解决于 你们的那一种心中的烦恼 那我们就明天见